哈喽大家好 我是风云乌鸦 那次监狱226号的剧情来了 史莱菲一击漂亮的防守 再次把眼花辽断的攻防线 重新带回来意大利这里 几乎是获得球权的一瞬间 意大利全队一体的进攻再次展开 可恶 太可恶了 那可是我拼了老命才想来的球权 随着余波斯进攻的同时 杰森那里竭尽全力的复盘刚才的回合 那个瞬间 我的设想绝对是占上风的 要不是雪宫那个老六 现在我已经射门了 不 别想得太美 说这些都没用的 身为一名射手 拿不出成果就意味着无能 只要是战场上没有实现的想法 都是空谈 杰森再次打起了勇气 扑向了前场 此刻 他决定再次夺回球权 他要让自己的想象力走向世界 此刻 面对意大利的配合 急不断地用眼睛捕捉的机会 球材一顿传导过后 来到了马郎的脚下 微微看着眼前的局势 由于选手太多 他根本无法看出马郎的射门时间点 竟然来到了马郎的右后方 他应该还不会勉强射门 意大利全队都是在按照逻辑提球 但 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世界第一 都按照经历好的计划 这种在温室中交用出来的 像什么世界第一射手 你沦落成了一个无趣的人 马郎 杰捕捉到了 意大利对战术中 让马郎射门的瞬间 马郎忽然踩出了脚下的球 这一举措 令杰和意大利的众人都无法理解 最后一刻 为什么收回去了 难道 他看穿了我的想法 史乃菲 如果 我按照你的计划出脚 这个射门 就被拦下来了吧 你这混蛋 要让我丢脸几次啊 杰斯克看着马郎 这家伙 不然和平时不大一样 你之前说过吗 说过我接下这个工作 就能够成为王 你还说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行动 最后是失败 也是你一个人成贷是吧 没错 眼下 那你已经升下上亿了 有什么问题吗 四次 已经四次了混蛋 这是我的射门 第四次被接拦下来 这些不当劳动 足够我提交辞职信了吧 马郎的愤怒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为震惊 这份